在日本搭乘水路两栖运具 缓缓进入港区下水行驶 游客在车上拿起相机猛拍照 下水这一刻惊呼连连 除了在港区内进行观光导览之外 离开水域还可以直接开在路上行驶 这项在国外相当热门的水路两栖运具 金融市政府日前特别到日本考察 宣布将引进基隆 那其实鸭子船在日本东京跟横滨 还有美国波士顿还有新加坡 这个都有成功的营运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也拜访了这个 东京都下面的江东道 江东道的区政府 因为他们是在十年前 就用鸭子船来配合他们当地的一些祭典 然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活动 来吸引一些人潮 那我们也拜访了两家营运商 还有一家的制造商 对然后总共去看了三个 目前有在营运的地点 包含这个横滨 然后东京的台厂 然后还有这个富士山的河口湖 那其实都发现 其实现在在疫情后 那目前搭乘这个鸭子船的比例 其实都还蛮高的 刚刚我上述了这几个城市 包含新加坡包含波士顿 包含东京横滨也好 其实都是海港城市 那其实跟我们基隆都是非常的相近 对那其实我们在坐这个鸭子船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可以就是感受一下 这个不同的载具的带来的这些新鲜感之外 那其实在海上也可以透过近距离的接触 这些游轮跟军舰的设施 然后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 这个城市的一些景观设施与历史的发展 政府目前规划 未来购置的水陆运具 俗称鸭子船 结合中原季 锁管季等活动 成为新的亮点 相关巡视地点都还在评估 海陆两栖的这个运具 未来可能也不见得一定是用这个鸭子 或者是它上面是出现的就是Caba Caba在日文是河马的意思 那其实也会用不一样的这个呈现的方式 来呈现给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到这个 包含这个未来看是中原季啊 手管季啊 或许都可以当做一个行销 或者是一些新闻的亮点 其实这些都可以搭配我们基隆 所有的这个 这个祭典或者是活动一起来录出 那相信这个会带来不一样的 对于要了解基隆 对于想要观光基隆 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触跟想法 水路两栖运具 遍布在基隆观光景点 都受到游客的欢迎 政府初步计划向日本厂商购置 每艘约在两千多万元 未来串联基隆市区和渔港和风景区 打造海陆旅游亮点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